好我們趕快請尾翰也評論一下習近平領導人的談話 好你看蔡總統現在要出來回應 我跟大家報告 這才是要回應習近平談話的正式記者會 因為習近平要在1月2號的上午10點鐘 談話這件事情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因為1979年的1月1號的時候 就有告台灣同胞書 而且那是第五度的大陸對台灣的發言 到了第五次的時候 1979的那個告台灣同胞書 才區域完整 也就是一個中國 而且呢希望和平統一 然後再加上所謂兩岸可以盡量的溝通 盡量的互動 還可以大三通 後來在2018年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大三通都完成了 所以今天的這個習近平的談話是 蔡總統早要知道的 那原本大家看前兩年 2016年蔡總統當總統之後 17跟18都沒有元旦文稿 我還特別講說總統怎麼可以沒有元旦文稿 一個是總統他帶領國家的重要的談話 他到前幾天在他的官邸 跟台灣的平面媒體查區的時候 還講說他不會出來元旦談話 結果呢蹦一下就跑出來元旦談話了 所以他先在 習近平之前先講的話 現在才要回應喔 那大家看喔 習近平他所講的話幾個重點 他講九二共識我們上面有講 所以不要觀眾朋友不要再去談說 到底1992年有沒有九二共識 有沒有精神有沒有會談 那些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於現在的 2019年的1月2號的 大陸的領導人 習近平告訴你要九二共識 我們台灣可以不要跟大陸有互動啊 可是現在像求學像經商 你就必須要知道對方的底線 跟他的遊戲規則低一點 習近平也講 他會用最大誠意跟最大的努力 爭取兩岸和平統一 這是習近平的主觀意識嘛 他這個話是話中有話的 總統馬上要進來了 因為其實大陸也有不想要和平統一的 他如果沒有辦法達成的話 最後可能變成他也沒有辦法對內交代 那現在 蔡總統已經到了現場了 馬上要發表談話 我們就來聽聽看蔡總統怎麼回應習近平 國人同胞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上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發表了所謂 告台灣同胞書 40週年的紀念談話 提出了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等相關的內容 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要在此說明我們的立場 首先 我必須要鄭重地指出 我們始終未接受九二共識 根本的原因 就是北京當局所定義的九二共識 其實就是一個中國 一國兩制 今天 這樣領導人的談話 證實了我們的疑慮 在這裡 我要重申 台灣 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絕大多數 台灣民意 也堅決反對一國兩制 而這也是台灣共識 其次 我們願意坐下來談 但作為民主國家 凡是涉及兩岸間的政治協商 談判 都必須經過台灣人民的授權與監督 並且經由兩岸的政府 以政府對政府的模式來進行 在這個原則之下 沒有任何人 任何團體 有權力代表台灣人民 去進行政治協商 兩岸關係的發展 我在昨天的新年的談話 兩岸關係的發展 說得很清楚 那就是 中國必須證實中華民國 台灣的存在 的事實 而不是否定台灣人民 共同建立的民主國家的體制 第二 必須尊重兩千三百萬人民 對自由民主的堅持 而不是以分化利用的方式 介入台灣人民的選擇 第三 必須以和平對等的方式 來處理雙方之間的歧義 而不是用打壓 威嚇 企圖讓台灣人屈服 第四 必須是政府 或政府所授權的公權力機構 坐下來談 任何沒有經過人民授權 監督的政治協商 都不能稱作是民主的協商 這就是台灣的立場 就是民主的立場 我們願意在鞏固民主 以及強化國家安全的基礎上 進行有秩序 健康的兩岸交流 我也要重申 國內極需要建立兩岸交流的 三道防護網 也就是民生安全 資訊安全 以及制度化的民主建築機制 兩岸經貿應該是互惠互利 共融發展 但我們反對 北京以立中為核心 以利用及吸引台灣技術資本及人才 走進中國大陸的經濟統戰 我們將全力推動 壯大台灣的各項策略跟措施 鞏固以台灣為主體 台灣優先的經濟發展路線 過去兩年來 台灣善盡區域成員的義務 積極貢獻於兩岸及區域的和平穩定 我們不小心 但堅持原則 我們飽受各種的打壓 但我們從未放棄 對兩岸關係的基本立場跟承諾 我要提醒北京當局 大國必須要有大國的格局 大國的責任 國際社會也正在看著中國 能不能有所改變 成為受到信任的夥伴 四個必須正是兩岸關係 能否朝向正面發展 最基本也最關鍵的基礎 所謂的心靈契合 應該是建立在彼此的相互尊重與理解 建立在兩岸政府務實 處理有關人民福祉的問題上 例如眼前我們十萬火急的豬瘟疫情 施壓國際企業圖改臺灣的名稱 不會帶來心靈契合 買走臺灣的邦交國 也不會帶來心靈契合 軍機 軍艦的繞彩 更不會帶來心靈契合 最後 我要重申 九合一地方選舉的結果 絕不代表臺灣基層的民意要放棄主權 也不代表在臺灣主體性的問題上 做出了推案 民主價值 是臺灣人民所珍惜的價值與生活 我們也呼籲中國 勇敢踏出民主的腳步 也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理解臺灣人的想法 以堅持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總統 算是蔡總統第一次 在國人面前 敬愛的國人同胞面前 正式否認九二共識 後面講的大概都是差不多的內容 但是一開頭 開宗明義 總統把話講得很清楚 他們否認九二共識 因為對中國大陸來說 九二共識 後面跟著的叫做一國兩制 所以民進黨話講得非常清楚了 只要他執政 沒有九二共識 那怎麼辦呢 九二共識的精神是一國中國 不是蔡英文講的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的後面的各自表述 它是一個模糊的空間 而且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其實它是一個存在的模糊空間 那蔡英文總統不要 他今天明確講說 臺灣人不會接受九二共識 我覺得他話可能講得有點滿 應該是我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識 OK 因為他是總統他可以選擇 但是你說臺灣人就不接受 而且他直接把這次的選舉 跟兩岸完全切割 我覺得蔡總統的態度有點奇怪 好,來吧 好,來吧 好,來吧